大家好 今天的嘉賓就是我二二時的偶像 很小的時候就聽到他的名字了 因為楊天明師傅和李天明博士 都在我們小時候同步出現 想不到現在形象不斷轉化 在我們小時候的心目中 楊師傅就是算命 玄學 就是這個類型 但過去一年又多了一個社會身份 這個社會身份和我們以前對玄學家的想像 都有點不同 不如先說說另一個部份 我想問玄學家有什麼想像 玄學家的想像是很傳統的 亦都是因為會吹咳鼻胸 所以就不會很掌握一些社會議題 即是沒有那麼入世的 出世一點 可以這樣說 譬如說過年因為你有比較鮮明的立場 一般我們對玄學家的想像 都會保持一些距離 你有沒有這個想法 即是你什麼時候才開始覺得 不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直接跟人事事 我什麼時候都跟人事事 即是我未做完 我之前我自己都是跟人事事 當時經常看城市論壇 即是現在又說 有些對 有些不對 我自己也是在想 移民去外國 然後再回來香港 剛回歸後 有很多敵對情緒在這裏 我都是在研究為什麽 為什麽有兩幫人在這裏 直到開始說 其實我為什麽會夠膽 或者不是夠膽 而是想表達 因為我有兩個兒子 有兩個小朋友 當你代入了小朋友運動 其實你是會知道 你是會知道 他們是會怎樣想那件事 是小朋友令到 我怎樣覺得他們是 做得對 還是做得不對 還是你怎樣去諒解他 他為什麽用 有什麽動機 為什麽要這樣做 你兩個兒子多大 現在兩個大學畢業 即是你代入了他的角色 去看回現在的社會 是的 亦都會問他 你怎麽看 如果你在香港 你不會做這些事 你不會出來遊行 你不會出來表達 有一個兒子說會 然後他直接叫我 爹地你不要給我機票回香港 他擔心自己出事 所以你是代入了一個家人 或者人的角度 對 就不在原學角度算出來 你現在要參與 原學角度不會算自己參與 是在人的角度 是覺得有什麽 我認為這個是正義 公正 應該是有良知 要公平 為什麽 這麽多顛倒是非黑白 所以是很不服氣 你有沒有不服氣 很多人都不服氣 為什麽會這樣的人 會得到好的報應 很奇怪 因為通常我們不服氣會請教你 為什麽 當你問這些 我們又會很擔心 為什麽呢 是怎樣 就是時辰未到 每一個人做的事 都要有因果 現在未到 我們放長張眼睛 看時辰到 時辰一到的話 大家就會很開心 每一件事都會有因果 時辰何時到呢 時辰何時到 時辰何時到的話 就是看每一個人的作業多大 所以我們就要去看著 時辰何時到的話 我們說 是否為了那個人 而去計算那個人 時辰何時到呢 我真的不會浪費這樣的心力 為了那些壞人去計算 但我們放長張眼睛 其實是很多事 很多事是不停會出現的 本身 包括一個小的個人運氣 一個整體的運氣 一個國家的運氣 你都見到 為什麽這個國家 突然發生了這麽多事 這麽多意外 為什麽呢 為什麽這麽多天災呢 就是有些事情 那天災會回答你 或者有些事情 讓你知道 喂 你是不是做錯了些事情 講到運氣 一會兒我們想詳細說一下 國際關係和原體互動 先想在你個人心路歷程 探討一下 看回去年整個運動 你在現場都出現得多 例如去接仔等等 那時你的心情 你有沒有擔心過自己安全 沒有的 有擔心過自己安全 是我所有的家人 是 我的學生 我的家人 每個人都叫我不要出去 每個人都 當然我不太聽說 我覺得自己也沒有特別大的事 盡量做分自己 覺得對的事 盡量去做 你有沒有想過最大的後果是怎樣 我又不會真的做得很離譜 暴力 或者我也是幾出來說口號 應該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危險 但會令到沒有生意 沒有生意是正常的 沒有生意是正常的 被人打電話來恐嚇是正常的 之後在網上被人不停罵神棍是正常的 這個是要自己面對 這個不是我的因果 我便面對 但亦有很多朋友讚揚我 我也開心 有些人都覺得 我一向對元朗的觀念 覺得很差 為何有一個這樣的人 可以改變了風水路的形象 有一部分的人 以前我很討厭你 原來這件事喜歡了你 香港人加油 大家繼續努力 我記得你寫過一篇 一封信是給習近平的 有沒有什麼後果呢 這封信 這個後果真是驚愁 後果就是被人恐嚇 怎樣恐嚇 不是打電話來 或是電郵 有些人會說 之後過了一段時間便點了這封信 但我又不說 我又不幫忙 即是她打電話來 那她說什麼內容 小心點 有些事情 你不怕那些事情 將來有委訪 你不怕有官非嗎 這些事情 其他同事或朋友 都叫我 你刪除了它 免得吃飯 那我過了一個星期便刪除了它 即是我有幾封信 一出便有幾百萬個視頻 即是我也不明白 為何會有幾百萬個視頻 然後之後 即是有幾百萬個視頻 我都刪除了 但你刪除了沒有用 譬如立場等等 一早已經長期傳檔了 是的 那我只得到不用 我的Facebook被人在罵 那你還敢不敢回到上面去做 當然不夠膽 我一定被嫖妓 我的樣子 你一定被嫖妓 我已經跟我的客人說對不起 即是大陸有一群客人對不起 以後風水的話 就不看了 我不想去看了 那算命 或者摘日 或者佈掛的話 你們來香港 我會繼續接的 我那群客人都是很好的 即是繼續來香港光顧我 但風水就少看了 但因為看風水 都算是較大的錢 本身 因為他們地大物博 間廠又大 間屋也大 那就賺少一點錢 沒有了那夠錢 又不用死 夠飲夠洗夠吃便算了 其實看風水會不會觸犯國安法 立即過了 那你會不會在過程當中 你照直說 你會看到這些東西 但會不會是煽動 顛峰 勾結 有沒有這樣的風險 我現在打算運程書 都不敢寫 你想想 如果當我預測中國發生什麼事 有可能是觸犯國安法 我現在還在想 我運程書 不寫中國的東西 OK 那你見客的時候 你真的照直說 會不會有出事 照直說不出事 我只是說他個人問題 我不會說 中國大陸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變成禁忌了 待會我們都不能說 待會說這個 不關國安法事 好 但就算不說中國運程 例如有人請教你 例如香港某個官員會怎樣 可能他的運程會有 這樣會不會影響政權穩定 看你們那一行 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這些我又敢說 OK 只要不要拿著中國大陸的官員 就算了 香港的官員 就是香港官員的運氣 香港官員也是政權的一部份 現在演繹的話 但我覺得好像比較遠 我到現在都是相信 有一腳兩制 所以你個人的政治理念 就是剛才你說過 以前你是90年代移民 是的 我是1989民運後 1992年移民 第一次移民 那時候你也是擔心香港前途 沒錯 那時候最多人移民 1989 後來你決定回來 就覺得也不是那麼差 回歸之後 頭幾年都不是很差 所以我就自己回來香港做這行 現在面對一個所謂的二次回歸 是的 那你怎樣比較那時候的移民潮 和現在這一回合 大家的心態是怎樣的 那時候我真的很小 所以沒有什麼好心的印象 那時候的移民潮 都不夠強烈 不夠強烈 這次的移民潮 是很肯定要連根拔走的 上次都是在北京出事 不是在香港出事 現在簡直是我們住的地方 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一些官員的變化 跟大灣區開始聯繫 然後之後 有可能香港的金融經濟地位 跟別的地方掛勾 這個變化很大 因為真的動用到香港的根 我現在來算命 差不多是99%都問我移民到哪裏 是99% 或者他不是問走不走 是移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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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機會走移去哪裏 因為現在方便走 有BNO的話英國已經可以了 台灣也不需要很貴 香港人每個人有樓 賣了都應該可以去哪裏 除非去加拿大、美國 貴少少的地方 大部份的人 現在是99%都問 我去哪裏有沒有發展 我去哪裏有沒有緣分 好不好 其實就是多了這一類的生意 你覺得這次移民潮 最後會走多少香港人 這個真的不知道 這個要看中美 中國和全世界的關係的轉變 出招而定會走多少 是真的不自然 剛才你說你依然相信一國兩制 你覺得香港最理想的環境應該是怎樣 香港最理想的環境是回到98年 98年 就是找回董先生出來 不是 找回董先生出來 98年 98年的董先生 那樣東西未有大機會變化 那時候 9999開始好些 或者 SARS之後 03年所以說SARS 04、05、06有反彈 那時候好些 亦都沒有按 香港自由化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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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更加多 200萬人 那時候 那時候 也沒有這麼大件事 那時候也會更好些 那時候也會更好些 那你跟回基本法50年之後才變化 如果肯跟回50年之後才變化 那香港應該是不會有移民潮的 你覺得香港還能不能回頭 即是從個人的觀念 以及懸學的角度 還可不可以回到剛才你說的局面 是不可以 永遠還是不可以 我想 在未來的二十年不可以 二十年 是 在未來的二十年不可以 只要中國 如果有些事情 是繼續參與 嚴重參與 在香港的每一件事的政策 是不可以改變的 即你覺得 可見將來就是這樣 那你個人會不會 盡快離開 你去到什麼階段才決定再離開 但什麼第一步呢 階段到 還有階段到 我自己個人說話 不論是關於安全 而還被壓入 那時候我不可災 當有危險的時候 後才會 快走 我仍然會不會走 因為我沒有走過 卻曾經走過 我現在過的話 其實在別處生活 我也不覺得這樣 純粹 只不過香港真的很美麗 很開心 香港人是真的很好 所以我在享受香港的繁榮 享受香港的智慧 因為依然進入了你的底線 但現在你看到有些個案 都是有些小朋友在Facebook說了兩句話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已經過了底線 當然是過了底線 所以我就越來越小心說話 你見到過了底線 你會盡量小心點 還是盡量快點走 我盡量小心點 我不會盡量快點走 因為我留在這裏 還可以有些事情 希望可以改變到 或者幫到有需要的人 有時我們在雷聞角度經常都在想 有一個原學家是否應該先算到自己趨吉避空 再去advise別人 你覺得自己未來個人的運程是怎樣 個人的運程 個人運程都是 因為我客戴上走七殺運 七殺是是非運 是非運 是 是非運 我說些甚麼做些甚麼都是有是非的 但七殺帶有開創性的東西 本身 也有些貴人是非不應該好 有是非得來 不會有傷到自己 那有得是非算數 所以可見將來你會繼續說話 都是會有爭議的 是的 但也死不去的 死不去的 這就是你個人的運程 加上我的性格是 不能去到那樣 我又會寫一大堆東西 接著就被人罵 罵完我就又刪除了 所以你未來連這個運程書都不出 不是 不講中國 是 不講中國 是 我今天爆了出來 其實我已經想著是一個中國 一個任何的東西都不會說 明白 這樣也是某種程度的 我們不要政治化它 但你未來的運程書不講中國 你會講香港 我會講香港 我講甚麼 我講台灣 我講英國 我講澳洲 我講加拿大 我講甚麼 為甚麼要講這些地方的雲吏 因為很多香港人選擇了那邊移民 我就告訴你英國未來的年來好不好 經濟好不好 邊港業教有進步 台灣好不好 會不會有哪個月份 有地震有天災 澳洲好不好 我會反而在世界方面 我講多些其他香港人有機會移民的國家 剛才師傅你說你會盡量小心 但你說中國不講台灣 可能已經犯了國安法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硬小心也好 都很容易有位子被人入 但台灣是關國安法事嗎 因為中國是一部份 根本國家安全 其實我的項目是 大家都很想小心 但有時候確實條線是飄移的 再加上我們沒有這樣的訓練 是很容易就是這樣 是的 所以待會我們看看第二個部份 更加大家很切身 想關心的世界局勢 我們身邊的大的運程是怎樣 下一個部份我們再談 合而言 會不會嗎 感謝他們 等等 一 teammate 故地匆 到火阻止 請用 你的臭部份 在加輪